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他說 A是這個項量 B是這個項量 那A倒的B是等於負二 第一個他要求X 那你就給他倒的起來 倒的起來後 A倒的B 就等於到哪來 這個乘以這個 就根號3X 這個乘以就是負二 A倒的B他給的是負二 這兩個消掉 所以 根號3就是等於零 所以就是等於零 那就做出來了 S等於零 那S等於零以後 他要求什麼呢 這兩個項量的假假 那我們看看這個A 他的單位項量 這等於多少呢 根號3 -1 他長度的話 就是根號多少 這個平方 加這個平方 這是2 所以是2分之 那把2的話 除進去 2分之根號3 2分之負1 然後B的話 那 單位項量 這是0 長度是2 除以他長度 就是 他長度是2 2分之 0 2 所以是01 2分之負1 可算現在 這兩個項量的假假 就A 單位項量 0 b A1 0 0 b1 這個乘以這個 加這個乘以這個 加這個乘以這個 所以是2分之負1 所以這答案是2分之負1 所以這答案是2分之負1 為什麼咧 因為可算60度的話 是等於2分之負1 這個是 嗯 塞的話 就等於180度 這是1分之負1 這戶的在這邊 在這邊 然後的話 這是 這是二 這個多少呢 這是1 那這角度呢 是等於60度 所以這角度 是120度 180-60度 是等於120度 所以这是一把二十度